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今天开始 我是88家商店执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政府差价补贴销售蔬菜政策 直到10月11号 市民可以在指定商店的政府指定农副产品评价销售区选购评价蔬菜 上午记者在乐购超市七星店评价蔬菜销售区看到 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新鲜的上海青 大白菜 白萝卜等九种评价蔬菜 吸引了不少市民选购 市民扎一再挑选黄瓜时就发现 价格比菜市场便宜了不少 一般在菜市场可能要三块多 便宜差不多快不到一块钱吧 挺好的 挺好的 记者了解到 此次政府差价补贴销售蔬菜有黄瓜 油菜 大白菜等十一种 平价商店经营者从中选九种销售 蔬菜销售价格已是发改委通知的协议价执行 价格低于同类市场均价的15%左右 定价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根据发改委的一个指导价来实行 每周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更新 会根据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浮动 那一帐幅或者价条 它都会进行一个 给到我们一个指导价 我们门店的一个价格 只会在低于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价格 价格不会高于这个价格 据了解 本次政策从今天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 共45天 需要注意的是 市民购买平价蔬菜的数量都有限制 其中 大白菜每人每次限购10斤 圆白菜白萝卜8斤 其他品种5斤 本次参与平价蔬菜销售的商店分布岛内外各商圈 包括夏商明星超市 新华都 乐购等共88家商店 在这些商店的政府指定平价商品区域 市民就能够买到平价蔬菜了 来的话 我们会根据每天一个销售情况 然后对一些销售好的 然后适当地调整一个订单量 保证一个商品的供应量充足 菜便宜 我们就省花钱了 很好很好 这个当然好了 这对我们很有利 价格便宜了 一天这一下来的话 差不多要省好几块钱嘛 而且这个也很新鲜 这个菜 跟菜市场买啊 那个都差不多 又省钱 记者何鸿林 王汉阳报道 为了加快市民乘坐BRT时通过安检的速度 从今天开始 岛内所有的BRT站点启用无包通道 没有携带背包和液体的乘客可以更加快捷地通过安检 下午5点 BRT前浦枢纽站人流量开始多了起来 与过去只有一条安检通道不同 今天站点内多了一条无包通道 没有携带背包的乘客可以直接通过无包通道刷卡进站 根据记者现场的观察 一名乘客通过无包通道进站的时间大约是15秒 而一名携带背包的乘客通过正常安检的时间则大概需要40秒以上 市民如果没有携带液体或者包裹 可以走无包通道快速通过 从今天开始 岛内所有BRT站点启用无包通道 在站点内除了设置无包通道的指示牌外 每个BRT场站都安排有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引导 方便乘客快速通行 据了解 从8月份开始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共增派360名工作人员 分布在岛内外各个BRT站点协助维持现场秩序服务乘客 同时全市43个BRT站点全都配备了安检机 有效地提高乘客过安检的速度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乘客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尽量减少携带行李的数量 不要携带任何违禁品 本台记者报道 如果家有微房居民该如何申请治理呢 记者从市国土房产局了解到 最新实施的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备案办法实行 对应当进行安全鉴定的房屋进行具体规定 并明确了房屋的安全责任人 哪些房屋要进行微房鉴定呢 按照规定 当房屋出现严重影响安全的情形 例如地基基础建筑主体承重结构 明显沉降开裂变形严重腐蚀等 应当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此外 学校 医院 车站 商场等公共建筑 使用年限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三分之二的 也要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公共建筑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 应当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 是国土房产局介绍 微房鉴定治理就像医院给病人看病 实行业主自行申请原则 近两年 五市每年进行微房申请鉴定的数量 大约在1500到2000庄 新实施的这个办法还明确了房屋安全责任人 房屋所有权人就是房屋安全责任人 房屋承租人建用人也承担相应的房屋安全责任 目前五市有七家鉴定机构可以接受鉴定委托 委托人可以从国土房产局网站上公布的备案名录中 自主选定鉴定机构 作为房屋鉴定机构呢 它的技术手段跟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包括实验室啊设备啊等等 所以必须呢采取市场化的这种方式 对房屋进行专业的技术鉴定 其了解对于低保五保等困难群众 房屋安全鉴定费用由政府部门承担 本带记者报道 与其他城市不同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 厦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海上环卫管理站的城市 每天都会有船只在海面上进行保洁作业 为了展示厦门良好的海域环境 近一段时间是海上环卫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也加强了保洁作业 今天的当好东道主喜迎精专课 我们就带您去了解海上的保洁工作 早上七点半 海上环卫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就驾驶着大型机械清扫船 从位于西堤的码头出发 沿着西海域进行巡查了 在九龙江入海口附近 一条带状海漂垃圾映入眼帘 清扫船随机上前 对这些海漂垃圾进行了打捞 虽然台风天歌没有在我省登陆 但随之而来的降雨 还是让海漂垃圾的数量增加了不少 这些海漂垃圾大部分都是随着九龙江 从沿岸漂来的水浮连 树枝等 也有部分生活垃圾 而机械清扫船开过的地方 大件垃圾就会被垃圾网兜住 不过仍有部分漏网之余 这时保洁小木船就会跟进 将这些垃圾打捞起来 工作人员表示 沃世海域日常的海漂垃圾打捞量 大概在10到20吨 而这几天海漂垃圾的数量 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像机械清扫船就有30到40 那加上社会和保洁 基本上合起来有50多吨 刚刚好在大潮水期间 所以带来垃圾量也是有明显的增多 在周围海域 沿武白城 还有九冬江口 沿岸 这样子开始进行保洁 提早出航 然后作业 海上环卫管理站方面介绍 本月中旬 他们增加了10艘社会化保洁小木船 加上原有的14艘小木船 和4艘机械化清扫船 保洁力量大幅增加 此外 他们还引进了两辆大型垃圾转运车 转运速率提高了4倍左右 而近一段时间是海洋雨业局新建立的 海漂垃圾 GIS辅助决策系统开始试运行 这个系统每天都会发布 海漂垃圾的移动轨迹和分布预测 让海上环卫工人在出发前 就能对海上垃圾情况心中有数 应该说从目前看效果还不错 这个给我们平时的打捞作业 提供了比较大的帮助 我们根据它每天预报的漂移的轨迹 在各个海域做好 这个提前做好准备 布置船只 这样的话 我们打捞的效率会更快一些 随着厦门会晤的临近 海上环卫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新力量新技术的投入 也让他们更有信心 把捷径的厦门海域展现给金砖宾客 记者王鲲段志伟报道 都说厦门是一座小资的城市 这份小资或许是海边的白群 街角的奶茶店 诗意的书屋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甜品的一席位置 在文艺气息浓郁的沙坡尾 各式各样的甜品店琳琅满目 走在街头巷尾 仿佛就能闻到甜蜜的味道 今天的厦门好所在金砖宾客 我们就一起去探访 私房甜品店感受味蕾的思思潜意 甜品是美好的 也是复杂的 面粉 鸡蛋 牛奶 糖等不同的食材 经过细致的处理 一定的配比 在甜品师们的指尖揉捏下 才有了这意想之中的 新奇和意料之外的偶遇 如今厦门的甜品天下 裸蛋糕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蛋糕的外层没有奶油或者奶霜 层次中的材料完全裸露地展现在时刻眼前 这样一来天然的食材似乎更具说服力 我们都是使用一些比较天然的食材 比如南瓜 芋头 还有香芋 栗子 还有些当季的水果 斑蓝叶的绿 南瓜的黄 紫熟的紫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它们巧妙地融入蛋糕中勾露出彩虹的色彩 就像店名咪咪发索一样 每款甜品都带着欢乐的旋律 在我们的既定思维里 奶油应该是蛋糕家族必不可少的成员 但是如今在甜品师们的改良下 没有奶油的蛋糕口感显得清新自然 米绿米绿 它几乎是没有加奶油的 它是用高原上的青柯做的粉去打搭配 中间夹的夹层有盐米 是加拿大进口的盐米去煮的 绿色的不是抹茶 是斑蓝叶下去做的斑蓝汁 整体口感是比较天然清新的 在这家极简工业风格的甜品店 桌上摆着蛋糕和冷饮 三两好友欢聚 这样的午后十足惬意 法国人对于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 他们最心于研究各种甜品 并在其中加入浪漫动人的元素 精致诱人且层次感丰富的法式甜品 被人称为甜品界的艺术品 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种类融合在一起 去做结合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个塔搭配一个慕斯 然后我们做泡芙的时候 也可以在里面加入各种各样不同口感的酱 或许是因为成本高制作工序繁琐 法式甜品在厦门并不常见 而以花为主题的法式甜品 又为独特 玫瑰和樱桃 薰衣草和伯爵茶 橙花和地中海矿五盐 多种不同领域的食材搭配起来毫不违和 轻咬一口仿佛有俏皮的精灵在舌尖跳舞 就是这些可食用的花 去把它的味道做在蛋糕里面 而不仅仅是把花 它的造型拿去跟蛋糕做结合 花墙 花顶 花百事 这栋披满了花朵的七楼 原本是为了硬核以花为主题的甜品 但却讨巧地成为了年轻人牌照打卡的聚集地 不知不觉地就会把以前自己在国外旅行 留学生活的一些经历跟记忆把它融合进来 像这栋楼二楼在设计的时候 是保留了很多它厦门一栋老七楼的原本的风貌 但是最后我们做完装修之后 发现它还蛮有八九十年代的欧洲的那种味道 放眼全厦门 Cello 露丝玫瑰 小简单 一盒蛋糕等 每家甜品店都有其独特的味道 一叠清新诱人的甜品 微甜不腻 一杯颜色明快的冷饮 入口清香 这应该是午后属于下门的小确幸 记者 玉伯飞 王汉阳报道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 不少人都会选择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登记结婚 记者了解到 今天私民区婚姻登记处就有九十对新人登记结婚 比往日增加了一倍 而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个幸福的日子里 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位婚姻登记处的月老 上午九点在私民区行政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 不少新人在排队等待办理结婚手续 新人们告诉记者 他们一大早就来这里排队了 就是想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早点拿到结婚证 在新人们满心期待领取结婚证时 私民区婚姻登记处的负责人陈志毅 则是在窗口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55岁的陈志毅从事婚姻登记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为了迎接今天的新人登记高峰 一周前他和同事就开始做准备 今天不仅打开了所有的登记窗口 还为每一对新人免费送上一朵玫瑰花 在做好相关管理工作的同时 陈志毅只要一有空就会来到登记窗口前 为新人们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他说这十几年经过他的手颁发出去的结婚证不计其数 每一次将结婚证递给新人 看见新人们甜蜜笑容时 从中他也感受到这份幸福 如今热心的陈志毅被同事们称之为月老 那么每天的话都是对新人来说都是好日子 没有一天不是好日子 每一对新人他们只要幸福地走下去 那么我们就是高兴 那么对我们婚姻登记员来说 我们的感觉是一种跟他们享受幸福感 记者雄伟洋人节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货车侧翻 司机被困 消防部门紧急救援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云顶南路还在进行绿化提升的阶段 我们曝光了黄错管辖范围内 几处不和谐的问题 而今这些问题彻底改观 整个街景市容与绿化改造同步提升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 原有指出的国家会计学院和海院山庄交界处围墙外 这一荒废的公交场站内 多辆僵尸车停放 地面及绿化带滞留大量废弃物的问题 获得了彻底整改 与之相邻的黄错范围内的浦佑寺 围章大概拆除了 大概朝绿化带内开口 并向绿化带倾倒垃圾和排放废水的隐患彻底消除 对面花卉城林绿化带后侧 长达数十米的临时大概全部拆除 属地滨海街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问题曝光后 他们协同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依法拆除了无合法批建手续的临时建筑 约5万平方米 全面清理问题点的土头垃圾杂物 并协调配合市公路局和园林绿化部门 完善了各处问题点的后续改造 使得云顶南路的改造效果有了整体性的提升 记者罗华报道 12部旧手机装在同一个袋子里 落在了列车上 而且每一部都处于关机状态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厦门铁路公安处城景支队的民警 在车厢巡查中就碰到了这么一件离奇的事 24号晚上9点多 北京西开往厦门的快5714列车 在抵达终点站厦门站时 城景发现12号车厢里的乘客已经下车 不过在一个下铺上遗留着一个纸袋子 把袋子打开看一下 发现里面竟然有12部手机 而且全部是旧手机 还是关机状态 经过查询这些车厢有十几位女排队员乘车 而且是在漳州站下了车 为了尽快联系上施主 城景先是将这些手机开机 然后跟漳州车站派出所进行了联系 没过一会儿城景就接到了来自排球队教练的电话 当时他们也讲说是因为行李太多 然后太大意了 拿了大的东西就忘了这个小袋子了 原来这群姑娘是黑龙江某中学的女排队员 此次特地乘车来漳州女排基地进行训练 目前队员们已前来下门 领回了这12部遗落在列车上的手机 现在正值属运高峰期间 大家行李物品都比较多 下车前一定要记清楚自己的行李物品的颜色 还有数量这些特征 以免下车时错拿跟误拿 记者咸云 方译周报道 今天上午10点50分左右 有在祥安大道靠近祥安南路口的立交桥上 一辆集装箱货车发生了侧翻事故 事故导致集装箱货车司机被困 接到报警 新电消防中队火速赶往现场 将被困司机营救出来 事故现场位于祥安大道靠近 祥安南路立交桥的一个弯道上 一辆集装箱货车的货箱侧翻 压在立交桥的水泥护栏上 集装箱货车的车头虽然没有侧翻 但因为撞在立交桥的护栏上 车头损毁比较严重 在集装箱货车的驾驶室内 驾驶员被一位的方向盘卡住 无法出来 接近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 赶紧使用液压破拆工具 钻进集装箱货车的驾驶室内 寻找支撑点 展开扩张作业 大约十多分钟 集装箱货车的方向盘被顶起 被困驾驶员也顺利脱困 这名驾驶员的右腿和手臂等处受伤 但没有大碍 之后救援人员搀扶着受伤的驾驶员 走上120救护车 前往医院救治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当中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我是空气质量的 六项污染物指标都达到了优级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25 空气质量为优 从北京驱车向北400多公里 就到了河北塞海坝 塞海坝如今和往昔已经截然不同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一起走进塞海坝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 从上世纪60年代起 这里开始大理植树造林 为首都的防风固沙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 55年间 历经三代人的辛勤耕耳 这里完成了 从树木稀疏 人际罕至的荒原 到百万亩林海产业链的花里转身 我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沙漠 戈壁和沙漠化土地 约为165.3万平方公里 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现代沙漠化土地 约有37万平方公里 沙漠化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 虽然我国为治理土地沙漠化开展了大量工作 但是沙漠化的态使仍然使治理速度赶不上恶化速度 如今塞罕坝层层乱乱的植被与花花草草相应五千 让人难以想象从前的荒凉 如今的风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向了和谐 塞罕坝人的春天格外明媚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凉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